我姓王 然后叫陆平 上面是我的英文名 然后阿里的花名也叫陆平 然后我现在在阿里云已经八年了 一直在阿里云设计中心 刚才跟老师们聊到我们刚睡的时候 在座好像有老师也从阿里云原来原始出来的 但他整个时候还没来 那我去的时候那个团队将近大概十个人不到 现在我们团队有小一百个人 然后也是有来自很多各个海内外的一些优秀的院校 那当然我同样有国美毕业的同学 那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其他就不多介绍了 那先开始先给大家看一个电影的介绍 那先来看一个电影的介绍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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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提供 字幕提供 咱们 大家 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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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一般的你就开自己做工程 你都能够把这个数据可视能够做出来 那简单看起来 其实现在这个是比较老了 这个很老 已经2017年18年的一个界面 大概这个就通过 也是跟我刚才说的 通过一些是图形化的一个操作 然后就像PS一样 然后你做出一个数据可视大屏 那我们在里面 其实设计师里面做了一些 很多的一些基建和底层的工作 比如我这边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我们的地图组件 那这就是个大屏 最基础这些可视化的一个基建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一些 效果好的一些展示 包括一些非线图 这种扩散图 警示图 然后包括颜色 我们都做到这个 这个这个Dataway这个产品里面 那让可能你没有特别好的 一些设计能力 直接用这个就能够做 当然Dataway更核心的点 是它后面可以接数据 就数据进来以后 它就自动可以能够 从这种图形就出来了 就你这些东西都不用再设计了 而且我们还会用地图去管理 那第二个我们在做一个事情呢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在整个的设计师的行业里面 我刚才我今天可能讲的比较多 都是创意的方向 就以前视觉 但我们设计师还有 交互设计 对不对 还有体验 那这个就我们体验设计在里面做的怎么 我们做到节点编程 因为你要让 没有这么好的一些技术能力的人 能够很轻松用这个软件 那就是一个傻瓜型 你就拖转拖转 那我们的体验设计在里面 就我们把这个交互设计的蓝图 做得越来越精简 越来越易用 越来越好 就让用我们使用产品 能够很快地入手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让有一定代码能力的人 这个这块 学习一天时间以后 你就可以用 就可以上手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设计师也会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 包括像多端多频 这个大频互动方案 这个在这个 就这个领 这个方向 我们团队就暂停拿了十几个专利 这都是国家的发明专利 就是因为你在大频展示的时候 其实现在还有很有小频 要跟他去做互动 包括你可能有手机 是个线上跟几个条 那这是我们在这方面 展示方面 就最后我们落到屏的方面 我们就做了一些团队 那个DataV DataV是我们跟技术合作的产品 那这个就是我们团队 自己做的一个工具产品了 而且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 成为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创新范围的方向 那这个当然这个刚才说的 这是我们的创意工程师 会有代码的能力的事情在做 我们叫成为Lio3D 他Lio3D没有 就视频上没有怎么给我们自己取的 那我叫他们叫做全真教 就全真七子全真教 开个玩笑 那其实这个是什么叫 实施全体的三文化可实化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下面我拿个案例来讲一下 就是这是我们一个产品 是我们云安全的产品 那叫做赫鲁斯字眼 那安全产品它其实大家知道 在B1产品里面 如果大家用过财务系统 财报系统 或者说我们CRM 对吧 那些是什么 就在后台一个 很多看到都是表格 对吧 然后通过表格 你就做增山改查 就传统的对这种控制型的 这种壁类的 壁端后台形成 都这么做的 因为你必须得看到表格上面 一些不管是图也好 文字也好 然后这些操作 那我们做了一个升级什么 就我们把所有打破了 传统的表格的展示方式 我们把比如说 阿里文章产品它其实是有个试图的架构的 我们通过这个全的用 用一个2D到2.5D到3D的形式去展示 那大家看到它就是一个 比如这个安全产品 它所有的服务器在里面 那我们应该展示 所有的每个服务器里面 它的一些状态 那平常展示它可能就是在图表里面 比如说服务器1 2 3 4 有什么情况是情况 那我们通过图 通过我们颜色对应 那我们可以持续再分别做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在里面 把三位甚至四位 把时间的空间也加进去 那等于说就是突破了一个传统的 对你这个表格型的产品 或者说一个要下碳型产品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的 一个革命吗 或者革命的 那这里面的是需要刚才说的 我们一个技术的支撑 所有的这个东西 技术环节都是我们设计师自己在做 因为你开发工程师 它会给你什么 给你一个API的接口 数据过来以后 以前的接口过来以后 就展示表格嘛 那现在接来我们展示这样 那在这块我们有好多产品都在 在在产品里面适用的一个阶段 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已经具备了初步的产品化的一些产品功能啊 包括这个我们可以自动的区域的布局计算 因为这个直接拖转 直接画画棚都是自动可以生成的 然后可以我们去自己在那里面去做参数化的配置啊 在右边 大家可以看右边 就也是可以做参数配置 而且这个参数配置是在图形的层面啊 那那个数据进来以后 它会跟这个对应的图形展示会关联起来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资产关系可以做可视完 因为刚才说了 其实像云志愿的产品它是有个架构在里面的 它有不同的服务器 有服务器在做传统 有服务器在做网络 有服务器在做一些分发作用 有些服务器跟它做计算 那这里面它整个的一个架构情况怎么样 可以在我们这套产品出来里面是一目两眼 不就像以往以往 你可以要翻好几张表才能够看清楚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观色 那这个我们也在申请 在申请一些专利啊 包括这个文字我们也想把它先把它注册一下 可能现在看不太清楚 OK那这个感觉刚才讲到 这边就会吹成出有一个数据设计的概念 包括刚才我讲的前面所有的 你看举个例子 刚才我说的一个产品 可能我们以往要去做 可能跟设计师说 我怎么把这个表格做得更漂亮 或者更简单 更易用 我把那图形展示的更到位 更精准 是不是这个就是 那个传统性的思维是在这就可以做到 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这么突破 其实我觉得我们设计师有一个字的非 就是他对数据有一个新的理解 我怎么样让真正用户 想要看到数据是什么样的形态 那在这个 我们这个Lio 3D 那几个产品的思维 就有一个 可能他的职责就不一样了 他拿到产品以后 他想的不是说我要把它做多好看 或者说多好用 而是说 我会不会有一个更先进的一种方式 能够打破以往的一些展示的形式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用户 能够用得更好 那这里面 有数据设计师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好 那讲到树的物化刚才简单先讲 就也不深入去讲 那我们再讲物的树化这款 那树子软身现在肯定是个非常火的概念 包括我刚才开篇我新家境的一页 我们拿金奖的那个作品 其实就是一个树子软身的概念 我觉得我们的拉奖也是 也是趁了这个树子软身这么一个热度 当然因为也是我们的大奖是国美主办的吧 是浙江省政府因为我们是阿里飘的阿里云 我觉得我们是天使第一个人和吧 但里面对数据软身的概念 我觉得今天可以简单的 大家可能如果不知道 我们初步的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 其实刚才说到的 数据可视跟数据软身 它其实要放在一起去看 那数据可视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形无干 或者我们的数据的一个映射对不对 在一个不管是在以往的 是图表表格图形 现在我们做一个升值的3D的这种架构里面 它其实就是一个映射 那数据软身是什么 它是一个重建 它其实是无数的这些小的元件的一些映射 到这个大的一个框架里面 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 比如这个我们国美这个学校对吧 那我们最后可以做一个顺畅 就是把学校所有的建筑系统 包括每个楼里面空调的体系 然后在这个或者我们有个大屏纸布在里面 全部重建一点 然后把所有一个能够产生到数据的一些触点 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去 甚至包括我今天每个楼里面有多少人在里面 它数据都可以模仿在里面 而且它什么用 它可以做很多的实施 就仿真的作用 比如说主要例子 比如说它模拟我们这个11号楼 如果每个房间里面上课都是坐满的 突然发生一个止息火灾的时候 我们的通道人跑出去 它到底有多少人能跑出去 多少人得障身在里面 我们不能试对吧 不能限制去试 那通过这个仿真就可以去试 或者再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更有体感 就是以前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上小学里面 可不可以课吧 就是我们国家什么50年代对吧 去做原子弹的实验 多少多量 然后这个有照片 甚至还有一些视频能看到 到现在可能现在发展的这么 就这种核能发展的这么 大家现在看不到这个核能这些实验了吗 对吧 因为现在不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实施的做房子就可以做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就可以模拟出来 我这么一个核弹的 这个这个当量大的 当然有多少的杀伤力 为害力和产生多大的一些效力 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 史事企业 包括生产线 包括甚至一些这种这种 商场什么都在做这种 数字男生的纺织模拟 因为它可以做到很多 你现在能够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那这是我们在 数字男生白笔书里面 截图了一个 数字男生的一个阶段 这个我就不仔细讲 因为这是一个理论的概念 那我们其实阿里云 这个我们的业务 我们有个数字 数字产业的一个部门 我们在我们团队下面有一个 我下面有一个组 就是拿金奖这个组 他们在做的就是 做这个整个的把产业 不能怎么样去做数字化的一些 那我们拿金奖这个作品 也是一个工业 其实在工业里面 我后面会讲到 我们其实在好多领域里面 都做了数字男生的尝试 但工业里面 因为是我们可能现在做的 比较的 走的比较靠前 而且我们实际跟产业 去结合的比较好 这事实上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把工业数字男生的一个工厂 各个不同的车间模块 甚至到最后的一季 是我们拆解出来的 这个我们需要去把它 数字男生做出来一些 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页 那给你看 这个刚才的视频里面 其实就是我 这些图 可以看到 我们从工厂最外面 工厂里面 包括工厂一个设备 我们都在里面做 那我先 先把这个概念抛出来 其实数字男生 现在有好多的领域在做 这个是一块 后面我会讲到 另外一个工厂里也在尝试 那这块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面对设计师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所有的模型建模 都是我们设计师 亲密亲为去做的 因为这个一定要做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能够 你又想要这么好的效果 又能够 能够几下这个实时的 这个现实的场景 能够这么关键度这么高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设计师是非常辛苦 要不断地去打磨这个模型 那当然我们在很多领域 都在应用了 刚才说了 不光是工业 反正这个项目 应该也拿下来可以讲 这是我们在前几个月 我们跟三峡所的工程做的 它其实这也是一个 数字男生实时仿能的 仿能的一个效果图 然后我们去跟他们展示 那这是我们这个是 智能海运 海运信号上面的 也是 那这是进马里面 其实很多一些数据 我就没有动胎数据接进来了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电子 世界贸易平台 我们帮他们做的 这都是一个 点比较基础 典型基础的一个数据软件的一个业务 那当然我们自己还要再尝试 刚才说我们团队有做 那个ARVR或者XR的一些同学 那我们通过怎么样在这种 未来 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做尝试 没有任何的一些业务的形态 那怎么样通过这种 三位我可以通过这种 这叫XR的场景下面 我们能去对这个进行 数据进行互动进行操作 那这个不看了 就刚才 比较开门看过之后 我们去伸展 那刚才讲到了 数据来生是一个我们的建议 还有一个领域的形态 就是数据来生就是什么 就是它不是一个建议 它是通过摄像设备 把实时的现实的场景 把它扫描进来 然后再来 还有或者说通过一些图纸的后程 这个 这个是我们一个智慧工程的案例 就是BRM BRM怎么叫做建筑信息模型 就是现在很多在做智慧工程 它是什么 就是 卢学建筑 我们就有建筑叫CAD这个模型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跟那个 我们达姆院的人工智慧实验室 在合作一个产品 就是他们在做一个智慧工程 因为大家知道房地产很赚钱嘛 那工程里面 其实现在工程很传统 但工程里面 其实很多可以通过数据化 通过管理的 包括安全 包括你这个进度 包括你使用的一些材料什么的 那在这过当中 他们有个很先进 就是他们直接可以 通过导入CAD这个图形 然后直接生成一个建筑的模型 但是呢 技术他们拿出来的模型 是非常难看的嘛 那我们的设计师 刚才说我们的创意工程师在里面 那通过我们代码 就能够把它生成的这个模型 会非常的好看 而且说在这过当中能够展示他在设计部里面发过的一些作用 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你要去谈客户的时候你需要跟他讲这个我特别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如果说你不好看那是根本不买单的 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是我们阿里巴巴一个最新的一个园区我们在做的一个案例 但这块也是在尝试的阶段 里面会有两块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刚才说的 我们甚至用代码去把这个模型做得更好 那第二块就是我们通过烘培好的一些素材 然后直接导入到这个模型里 最终展示在这里面 那你展示会更好 那里面我们会是这些技术的一些一些考验 包括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需要让代表非常小 不然话你做不到实时的展示 就这是我们现在的展示的一些效果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图其实都不是 这个不是我们设计师画出来的 而是先是刚才说CAD的图导进去 我生成了一个基础模型 然后通过我们现在我们的创意工程师里面 优化的代码 然后让它实时的都是实时的产生这样的效果 那这块其实我们也在研发看 怎么样让这块成为我们一个设计的一个核心 一个创意的一个方向 也在做 那这是我们未来的阿里巴巴的5号圆组 这个第五个圆区刚才说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深层设计的概念 就它是实时的在做 OK 那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速度燃生 还有一块就是 比如大家用贝壳 又过去看房子 书房买房 它明明不是一个实时的看房子 那个其实就怎么 它用现象摄像 就是三维摄像机把它全拍下以后 然后它通过它自己的帅包轮把它合成一个 那这个基础其实自己人在用啊 那天谱这也是我们跟我们设计的达文院的科学家 我们一起在合作的一个产品 就是也是说 怎么样把我们的物理的世界去做重建 重建完成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一些店铺啊 里面外面 然后这里面我们会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通过 不管是卫星摄像或者拍摄照片 它其实质量是比较差的 而且它分辨 如果你想看清楚分辨率会非常高 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在里面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代码去优化它这些皮肤 这些界面的皮肤 或者说我们通过烘焙好的一些元素 然后贴到这里面 让这个能够再现 或者说能够再一些 那个那个对这个质量要求高 但是又要再现展示的情况下 它能够做到更好 能展示更流畅 那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工程座的核心事情就是 我们要减少它这个图形上面的一些点的一个数 包括我们在 刚才说的我们官网手艺在做那个粒子的效果 其实我们一直在每天都在纠缠 因为我们要效果好 那就粒子要多 但多的话很多 基本就看不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我们要在什么一核的情况下 减少多少到粒子的程度上 这个图最后展现还能好看 刚才说的 包括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 纯创意的一些经验和能力 我们烘焙好一些一些效果 比如说你看一个城市下来 它们非不就是路网 然后一些植被 然后一些建筑 然后这些交通的一些情况 那很多东西其实是类似的 那我们都可以先烘焙好 保持最好的一些 刚才说的做好能力的机械 而且效果好能够直接在里面可以调用 那这个项目也是在过程当中 那刚才说到DataV DataV其实 最开始讲的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数据可视的原因 那我们其实在一些特别 需要展示这个像这种程式的地方 我们会用到一些引擎 这是虚幻引擎 那虚幻引擎可能玩游戏 可能知道 现在最好的一些游戏都用的是虚幻引擎 对吧 优异引擎 那这个引擎其实我们也用到我们的产品里面来 那我们团队专门有一个设计师 就是专门在做虚幻引擎做DataV做优化 大家这个视频就讲的就是 刚开始可以看到最普通的 webGL产生的那个引擎出来的效果实际是比较差的 那我们通过虚幻引擎 产生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会把这个刚才说的速度软身 这是云式大坤的会场 那我们在17年前就开始尝试在做的 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 不敢说我们是在做数字软身 我们只是说我们把云式大坤会场 所有的一些东西都搬到我们的大坤上面 然后把它数字化 那这是我们去年阿里巴巴20周年的年会 叫A20 这是亚运会的莲花纹运动场 那我们这边也负责接到任务 是我们要做整个会场一些大坤的设计 那里面通过有好多信息 包括从最右上面 我们阿里的这次员工到底从全球哪些地方来的 然后包括这个如果那天当天 哪些路往到这个会场的信息 然后包括整个楼的情况 然后还有里面的一些情况 都在这里面去展示 那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数字软身的一个小案例了 那当然不光包括我们一些建筑一些线下的 像这个是我们的人体 就是我们在医疗这个智慧医疗领域里面 我们包做的 这也是一个案例 现实上已经做过的案例 就把所有的检查会把你所有的信息 在一个平常里展示出来 那这块其实刚才讲 这其实又是一个可能更进阶的一个数据设计师的一个概念 好那最后讲一下数据智能 那数据智能其实这块呢 我觉得首先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 包括我们在教育系列里面没有一个智能设计这个方向在教 那可能还是说大家在自己在做一些探索 那其实我们在工作也是一样 你虽然能看到很多智能设计产品 但很多东西他们的一些资能预料或者语音交付也好 他都是在一定的几年前 比如在这个特别很多大学里做一些研究 像包括我告诉大家一段看大部上面 他做学术研究出来一些学术诊 然后用到商业化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很多东西被定义好的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做一些新的一些探索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 我是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种智能 数据智能或者智能设计出现 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算法的进化 因为算力 刚才说算力的发展 然后算法的进化 就是我们在工程师们的算法越来越厉害 那才会有这种智能问题出现 那在讲这个之前 我要讲一个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们团队一直内部也在讨论过 我们在想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非常在想 就是怎么样去度量或者考量 你的设计到底好还是坏 对吧 之前我们有好多模型 像什么Google有hard模型 我们自己也有 我们我另外一派分享 我们团队做体验设计的时候 会有很多度量 我们用数字化 就实用体验数字化 我们有UES 我们有医用性的工具 我们有NPS在做 那智能设计产品怎么度量 那我们在讨论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说准确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自己在想 那我们把它分成一个智能度和智能感 智能度什么 智能度就是底层我们算法 对吧 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 我们的这个代码的能力 包括我们的这个算力和数据 那这块其实是工程师在做的事情 就我们设计是很难去进入到这个领域 那我们能够进入的是智能感这块 那智能感这块 其实我们就可以对了 就举个例子啊 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用苹果的手机对不对 那里面它有个功能叫Siri对吧 你好Siri 就是刚开始大家如果有印象 它就是一个小话筒 然后你点过它然后就对话 我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 就感觉大概是去年就新版的 应该是前年吧 它那是一个动态的波纹 你进来以后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智能感的设计 就是你以前一个话筒 你无非传递是一个功能 然后它是可能是对话用的 但你有个波纹 而且它通过它自己的 它跟你对话的 那波纹它其实是有一个 跟它的语音是有个结合的 那你会感到 它这个确实非常智能的 以前只是一个简单的沟通交流 那这就是智能感 我觉得第一阶段 我觉得我们的设计师 可能在AIA设计师里面 第一个阶段我要突破 或者我们要去找到自己价值点的 肯定是在智能感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设计逻辑 和思维逻辑去找到智能感的设计 在不同的各个产品里面都可以 现在其实很多一些产品里面 都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回到我们这块 跳过我刚才那个模型 回到我们这块 其实我们在智智设计 智能设计这块 要分三块可以去讲 因为这是不断的逆境 因为我们要讲智能 那可能要先自动 然后智能 最后才做了智慧 那智能化比较简单 举着我们DataVD的案例 就智能化什么 就是以前我们 比如我们要去设计一个图 如果老板告诉你 说我要按照这个对吧 这是街舞 我要跟这个配色一样 你要把它做出来 那可能我们传统师 要怎么做 就我要先把眼球一个细下来 对不对 然后通过这个感觉 再做一个图表也好 做一个什么展示也好 那其实这个东西 完全可以用机器去做 那就自动化 就直接读到这边 他把所有的眼球读出来 然后再来做配色 那这个自动化 就是这个自动化的 这个典型的案例 包括我们这里面一些 智能的主题也是一样 就是你可以在你之前 定义好里面 然后做了自动的去选举 那DataVD做的事情 那我们包括 我们有一种程式生成器 就比如说 我们从高的地图 到天下白的地图 你直接选举一块位置 然后我们会自动的把 我们之前刚才说 我们做了很多基建 对不对 我们那基建产生的那些路网 随便建 这个建筑什么的 直接就在里面 就直接 因为他这个 选举对面 它是有数据信息的 通过地图和GIS 通过数据信息来 然后我们产生 这个 直接就产生这种 三维的现实的这种图 可以在大屏上展示 那自动化往后 我们肯定叫做智能化了 因为智能化 智能它只是在做一些 机械的一些脑洞 那怎么样让它更智能呢 其实智能里面 其实智能绝对少不让人脑的部分 在里面发挥的作用 那比如说 我们G7 在里面做了很多 这个模型训练 因为这个模型就是我们设计师 不停的给他们去做训练 包括他们 大家可能知道 那个路班 在之前 其实我们有一个设计师 带了大概 将近30个外包 在做那种训练 因为你 G7它真不知道 你图对出来要怎么样 还怎样是好的 你需要训练它 那我们这个Dataway 这个模型也是一样 那去训练它 当然我们还要 那我们那些专家 去给它 定义各种不同的一些 这种案例的模型在里面 就让它不停的知道 这些东西要是这样做的 你通过什么样的需求 这样做 就会给它有好多这种 给它定义好的东西 慢慢的训练它 那最后 我们这是在去年的 允训大会上 发布的一个 产生叫马娘 它其实怎么做 它就是可以通过 你简单的 你手绘上 在纸上的手绘扫描一下 然后直接在大名上 就会产生你想象的故事 有个视频可以看一下 就比较直观 就我们自己 就直接出来 而且你可以选主题 包括 你可以随便每个人发你当图 然后你的需求方要求你 就做成这样 你直接可以扫出去 然后在里面可以按照自己 就是不同的配色 别换自己的主题 那后面可以直接接数字 那这里面就刚才讲到 我们会有智能设计师的概念 因为它里面会有 你要知道这种智能的 AI原型是什么 而且里面还有新的技术 在里面是什么方会作用的 甚至包括你在做这个 你要去训练它 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训练它 你要去定义你的 做的工作是什么 那可能就是会 在你设计师的这个工作边界 往外扩展了很多 当然这里面其实 我自己会觉得 这几年下来 我觉得 你要成为一个智能设计师 你要对技术 要有一个比较执着的追求 就如果你品质做这块 完全无感和不喜欢 我觉得你讲做智能设计师 会比较难的 好那最后讲这个智慧化 那最终其实我们想要智慧程式嘛 程式当然要做到智慧化 那智慧化 在这个层面 其实 我自己会认为 更多的是 技术的能力 我们设计师 只是帮他在前面 怎么表达的更精准 这也是我们一个产品 叫循迹 他做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 他其实这就是一个商店的模型 如果你去个商店 那现在传统商店卖的东西就是 你看啊 他有个账单嘛 对吧 你什么都卖的好 然后这个这款卖的好 我再多近一点 进销存 这就 那其实真正的客户在里面 每天来的客户 他到底在哪个柜台里面 站的时间长 他都在关注哪个产品什么的 其实还有一组这种数据 其实以前我完全是拿不到的 因为你不可能让一个店员 在里面记录嘛 那通过 因为现在店里都有摄像头 通过这个设备 我们都可以结局到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 整个店里这些 都可以通过智慧化去管理 大家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不光是我刚才说的 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面 那包括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 城市大脑 你通过我们交通灯的一个情况 比如大家可能知道 比如一个十字路口 它肯定会有一条主线路的车 会更多 辅向的少 那怎么样去控制它的这个 这个开开门的情况 那这是我们 这个数据很早以前 这个就看 就提升这个交通的拥堵 情况可以提升交通效率 包括 我还有个案例没放进来 就我们对特殊车辆的一些控制 比如说哪个地方今天转堂 那个金街美地突然着火了 那这个转堂的消防 消防局是在哪 我不知道 但它可能要经过几个路口过来 那它那个公安的那个交通大厅 他们也知道 你下班时候这路口特别堵 对不对 那它就会去随时控制 比如堵的地方 它会把它交通延长 这个地方 让这个特种特量通过的时候 能够顺利通过 因为有时候有些路口堵死了 你想让它都让不了 你必须得在这个灯去做控制 让整个这条路去顺畅 那这块我包括像消防 包括像医疗救生命的这种车 都可以通过这个智慧承担去控制 当然我们还有在这个安防 城市安防管理破案 我们做了很多这个跟派出所做这种产品 然后在这里这个讲到一个可能我们在智慧化里面要讲到一个探索的一个问题 就是通过实时的大部分这种计算我们去设计 其实我们一个设计师可能未来可以给千万人或者千上亿人去做一个实施的设计 因为你很多事情是在实施去产生的嘛 那这里面其实阿里面直接在做过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春运12306最早的 反正不知道多少年前啊就经常奔 一到春节就奔 因为它的市场不好 它们自己做的 后来上了阿里面以后它就没奔过了 但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不光只是不让它市场不奔 我们还要做什么样事情就是 比如说我们到春运回家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票非常光满 那这样你可能会好一点啊 那在过程中比如说你会有老人对吧 我们不要买卧铺 主要买卧铺 卧铺有这个比较现金的两层还是三层的 那以往它是不会 它只说你想买老人的 它不会去做些控制 那这个我们现在在里面 我们是这套已经上限制的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种判断 就是比如说老人 它就是不适合爬到上坡的 就会自动给它分配一种下坡的铺位 其实这是通过湿桶 我们是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就刚才说的 我们通过我们实时的运算 可以给各种的人带来一些便利 那包括这一次我们的健康码 最早是从我们杭州市开始的 那也是我们阿里在做的 我们做完以后 湖北省整个湖北省的这个建码也是我们的团队去做的 我最后有三个设计师 正常是轮着搬在做这段时间 那我们这块 那杭州马其实开关了很长时间 从年初去开始走 其实周期有点长 但最后我们呈现下来去湖北的时候 一个礼拜 湖北所有的 它们包括三四四线都已经上了这马 那这个实际上呢 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大数据这种能力 在给社会在做贡献 那这里面会有个问题 就是 其实刚才所说的很多 刚才说的那两件事情 或者未来会很多做的事情 它是对社会资源分配 它里面有一个社会平等的问题 那看这张图 那其实我们会探讨一个事情 就是到底我们现在是要讲这个机会平等 还是要结果平等 其实比如说老人 他 为什么给他分配 因为我给他电子 就给他各种优惠 因为他人老了给他 但是 这机会里面不是绝对的平等 绝对的平等是说 为什么我年轻的我要让人老人 我都是人对吧 那这里面 其实这条问题 就是 平等是不是可以被算法化 或者说 谁来决定这个平等 那这个时候我就讲到 我刚才说到了 我们未来有一个 我现在其实感觉多 数字体验设计师的概念 就是这个设计师 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说实话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 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 但我内心隐隐会觉得 未来肯定有大规模 这样的设计师存在 因为他需要去处理 不光是视觉成员 就给你设计出一个美好 而且你的美好 要带到整个的人文观 和社会这种 一些一些情况 包括安全 包括伦理 包括平等都要去考虑 所以这设计师 你的概念更大 或者说大家如果硬要去 关联就可能是 这几年比较火的 在我们叫做什么 design thinking以后 我叫做包容性设计 现在很多人在讲包容性设计 其实也有这个概念在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异曲同工的 但我会取得 因为我是在公司里面上单 我会对我们设计师定义 那我第一名叫做 数字体验设计师 因为未来肯定会跟大数字 大数字就会结合在一起 好那最后回到 我刚才说的一张图 其实一张图 上面都不重要 不管是计算设计内核 我内核其实也可以换 应用程肯定是不断变化的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们人自己 就是我们设计师自己 我们设计师未来 要往哪地方去发展 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 我自肯笃定或者我肯定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设计师 肯定要突破传统的 在美术教育学下面 框架下面的那些知识的那些体系 肯定要不断地在扩充自己 刚才我说的这些几个 都是未来很有可能在的 当然如果要工作的话 在这个岗位里面 可能会非常火 或者非常有意思 能去做不同各种创新的设计师的 一个类型 好 那今天我讲的部分 就到这儿 我会看到可能里面的概念 我没有视角 那我们这个未来 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跟我们交流 那这里面有两个 二维码大家可以关注 如果没关注 这个不是骗大家卖广告 因为我这里面有好多 阿里的很多的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 专业的产出 这问题非常好 也非常大 也非常难回答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还是 Case by case 在做案例嘛 包括你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内部也在讨论 其实包括像 鄂尔玛还提出说 要把 要每个人 让用户去买 给你五分钟 也有很大的热议 那我自己会这么 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设计师还是要站在一个 设计师的层面 要去把你的商业产品 能够做到 跟用户接触这个层面 你能把他这个成本降到最低 怎么说呢 就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困在代码里面的小朋友 现在技术的发展 肯定会势必 有一些对传统一些冲击 甚至说 可能在文明上 会有一些影响 那这个我的理解是 可能跟传统的事情 像比如举例子 你现在 你的开发一段代码 然后跑到前台来 就比如说你要注册一个 一个 你就做一个注册操作 但后面你点完注册以后 其实后台来的数据非常慢 你要等很长时间 但这个时候其实 他的技术底层决定的 那我设计师要做什么 以前我设计师要做很多 比如你画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动像 对吧 你说你画个小猫 等会我 我其实很懒 我会比较慢什么 我觉得设计师就 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 智能感 或者说一个感觉上面的设计 我们设计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解决不了 你刚才说的有伦理 其实有时候解决不了 甚至说 你在一个商业的公司里面 他要做这个产品 其实你是没办法 我设计师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根本解决不了 所以我呢 可能对于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可能我们设计 要在这边就是数据体验设计师 数据体验设计师 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 对我持续用户有影响 但我 因为我所有设计的东西 是我用户接触的第一个界点 在第一界点上面 我要让他感受会更好一些 或者使用会更好一些 可能我设计师第一步要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如果说未来 我不知道未来设计师 他的这个出角位到哪 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更多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可以去做 我们可以去做在这地方 去做一些判断 然后怎么样去 能够让后面的技术 或者开发去怎么样去 影响到他们 能够让前面的公司觉得更好 工具其实不非就这些 就我们比如说 我们创业设计师 那就是Phototope还在用 EI的Trader Sketch 然后在我们说 我们有些 一个CCD 三个设计师 CCD 还有像Brand 这种更更更 可能做一些渲染更好的工具 然后刚才说到了 我们创业设计师 他们就用编码的一些小工具 他们这些 我说到我们之后叫出来 特别长 一长一长出来 反正就看 做生成设计的一些工具 无非就这些 然后 体验设计师 我觉得只是工具 比较少 主要还是 做一些原型方面的工具 所以 然后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给解个委呗 或者我眼神看来 其实我觉得大家 真的不用太关注工具 因为工具这公司 就在做 我觉得任何各位 如果等你们毕业了 你拿到一个新的工具 只要是你做了这行呢 我觉得 两个礼拜就上手了 反正我团队同学都是这样的 他们在玩好多新东西 包括刚才说到的 做参数化设计 他有好多可以做 他用分析 他们就要往上找到一个非常小的工具 开圆的小工具 它里面就是出来图形 就是用分析的一个算法出来 然后他就挑参数 他们用了 打造了两天 就开始上手用了 然后他把那个导出来的图形 再导入CCD里面 去做渲染 再去做动感数据 所以我觉得工具真的不用肯定 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不断地挖一些新的工具 这个时候要保持这种耗识心 用新工具产业去做设计 我从两个角度去讲一下这个事情 但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然后第一个 我觉得如果要花有钱 你得找个像我这样的老板 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是 你看我盘妹这几年 我刚开始说 从几个人到现在小一百人 一直在做创新的事情 其实 搁别的一些小学生 别人都没法做 因为他帮你当作资源 或者说他那个设计的老板 他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他自己的范围 他担心的是今天 我这个业务是不是没做好 他是命来 来diss我 来投诉我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永远做的就是 刚才来业务把它做好 就行了 我不会去想创新 那其实我现在团队 其实非常了解 我团的人 我特别鼓励他们去做创新 那对外 对上面的业务 对劳民压力 我自己来担心就行了 因为我是做这事情 因为我又不做设计 做设计对吧 那我就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会给下面更多的宽广的工具 而且 我会去让我团队 越来越去上 我自己理想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 其实刚才看到这么多东西 就我这个时代的设计师 完全做不了 我那哪会啊 那我团队这几年 进了很多这样的 只是我现在公司的很多部门 不了解我的团队 但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惊讶 我说我团队有MIT的 有Media Lab来的同学 有哈佛的 有CMU 那个纽约大学 文艺 黄艺 神艺 就是英国那几个地区都有 对 就是全球 各个好的学校 包括我还去北欧 什么阿尔托大学也有 现在我就想找一个什么 那个德国的什么新的 当然不是去 我是想海外这些各个学校 他们研究的方式都不一样 他们那些很多新的东西 我觉得完全可以在我们这边 落地开花的 所以说整个团队 现在有这么一个富美 就大家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我现在 其实不担心 我们在业务中找不到 而且很多时候 你一旦证明了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都像是社会一样 你证明你行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你行 对吧 那大家都 我的业务都讲 你这个创新东西 帮我这里做一做 那这个就是良性循环就起来了 包括我刚才说的 我们做的这些好的项目 我那个 大家少了这个 我们刚才前面发的 那个叫做智慧工地的 我那个业务方 是非常牛的一个科学家 是属于那个少科班毕业出来 在我哪里面是属于 他是那个 斯坦普有个叫什么 NRT35 就是35 全球35 他就是 就是得那个奖的人 我上周发的时候 他还 他的朋友全抱我转了 他说有这么一局设计师 可以一直做就好 为什么 因为好的设计师 被能够能感知到的 但只是你会不愿意去做 如果说正向循环起来 我觉得完全没有你这种担忧 这是我可能 从我现在工作实在的一个情况 去解释了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角度 我自己的观察 因为我自己个人 我觉得发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就是技术 它其实到了一定阶段 它会有一个平静的 就它要突破 它只是要非常难 然后一个产品它的好坏 前面包括互联网产品 前面几年 都是在技术的这个主导之下 比如你要算法 你要千人千面 你要对吧 你可能你会 现在会非常惊讶 你跟一个同学 在他投入了今天要吃什么东西 突然发现你打开淘宝 也会有打开什么 他怎么正好给你推荐这个东西 经常会遇到这样 有可能他读你的研究技术 但是慢慢在往后面 他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小的时候 其实设计 在你发挥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自己会觉得 我的设计师 在任何不同的产品里面的 我们的时代 我觉得是快到来了 就通过设计 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因为以前设计被压榨的太久了 但我觉得每个产品里面 设计的附加价值是非常大的 就举个例子 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们的合作之业 其实那产品 如果按照传统的表格去用 其实就那么用了 但我们把它做一个创新以后 它其实里面附加价值非常大 包括我刚才说的 我们那个虚幻引擎 我们设计是在 因为工程师 还没法去打虚幻引擎 里面的虚幻引擎 里面的皮肤 后面的皮肤做得特别漂亮 然后能够用的 那我们设计进去以后 我们 传统的 最早的 工程师能做的 就是webGL的引擎 举个例子 这个数据可能不是精准的 或者我也不能把精准告诉你 webGL的引擎 那个成本 或者我卖的 可能是卖50万 就一套这个dataway产品 我们升级到 优异已经 那个虚幻引擎以后 我们这一套同样的 功能都同样的 我能卖到200万 百分之十百的溢价 而且这里面当然 虚幻里面也有技术成长 但里面我们设计 可以占到50% 甚至60% 那你的设计的 附加价值就产生了 我觉得现在很多各个行业 包括我们 传统的产品设计 工业设计的领域里面 你做一个传统 就比如自能的产品 你设计在里面放过去 我觉得互联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我觉得 不用太担心设计这个岗位 以后会不好 而且我自己一直觉得 没有一个不好的岗位 或者说你不重要的岗位 以前为什么不好 就因为我们自己设计师 没有这么一个 对设计的制作的追求 就你要出来设计 一定要是好的 你一定要是拿出出手的 因为以前太多 就是什么北大青鸟毕业出来 设计师就去做网易设计 然后出来的东西就很烂 所以如果说 一旦是整个趋势 能够去做好的话 我就觉得我们自己的价值 或者说你说的 不会被抵护 甚至说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刚才说我一直这年在做校招 然后我校招的时候 会最看中几个 可能你的地方也会更有用 第一个 其实我们在招聘 特别像你们都优秀大学生的时候 第一个最要看的其实就是你们未来的潜力 那潜力我们往下拆解就是 第一个你的学习能力 第二个你对新的未知的探索的渴望的这种 这种怎么 第一个好就别谈了 你别来跟我们说谈 你未来想要做什么 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三点 反正是我在里面看的最看通的 当然这三点 还是比较概括抽象的 就可以去理解理解 说白了就是 你在做好你学校的学业基础上 可能比如说你做过很好的毕业设计 你做很好的作品级 那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你还要在自己的课程以外 要多去一些心理语 要去多去自己去 要去多学习 要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 不然的话 你可能等于到走上社会 或者毕业出来有个发现 外面很多东西真的不是 我举个例子 当然不太合适 也不是说我们老师 我14年的时候 来过国美做一次交流 然后在那边 在那边往里面的楼里面 然后你也是一个老师 像这样子这个老师跟我聊 然后好几个老师 然后有个老师我就跟他聊 你也说是打散散学生 我问了老师 我说14年的时候 我说老师那您是教什么课的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我教Flash 那14年 我们已经不用Flash了 就我们所有官方 当然我在我的零几年的时候 我是也是个Flash的高手 但我那个14年的时候 已经就商业产品不用Flash了 那老师我问你 教什么年级的课 他说是大二我大三的课 那你想 你大二我大三还在学Flash 你还没毕业呢 已经市面上已经 没有Flash这个东西在用了 那等你毕业的时候 其实完全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自己一定要去接触 现在市面上 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先进的东西 我觉得学习 可能最重要还是靠自己的 老师真正能给你顶进一门 那你怎样去 怎样去 好好地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这是我 我是对 每次我到学校 你们的同学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然你如果说出去 以后发现起步晚 你再去起步的话 会 就难不及了 那个 那个 刚才我说到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工具 我们都在用了 然后我们在内部用 现在还没有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想要做商品化和产品化的过程 所以 如果你哪天来阿里实习 你就可以用到 但是你在外面现在没法用 但未来肯定会用到 不光工作坚 包括我们现在还有 刚才说到过 今天所有讲的都是 创意设计这个方向的 因为我们还有一条些 体验设计 我现在还有好几个工具 像我刚才说的VS 就是我们叫做 B类产品使用体验的数据化度量 我们有五个模型 然后也是可以直接数据进来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应用性工具 就你做一个网站 你做一个产品 就刚才是在线产品 你怎么去度量它 然后我通过一个工具 你直接可以打出一个分 包括我们像做NPS 也是我都有这个工具 现在都是可以用的 那现在 你可能没法对外 但它内部只内部用 然后第二个你说的 其实 我们所有的这些讲的东西 都是有业务的 因为在公司里面 没有办法说是什么设计研究院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得治愈业务 边跑边做 边跑边做 然后去做探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在把我们新的一些研究的东西 跟它业务去很好的结合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就没有我讲的这么轻松啊 就没有 因为有时候我们业务 比如他今天要去谈个客户 然后他说今天 明天要给我出来 但我又会想 效果好 不可能明天做了特别好的效果 那我们会去想 怎样 我会沉淀 刚才说我们做支援 我们现在有叫做资产平台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工业是一个模型 我们在一个资产平台里 沉淀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模型 我们可以很快速去搭建一些东西 但这个模型也是对立的 甚至我现在那个那道平台 对阿里的设计都没有开放 我只是我自己传对的 因为这是我最大的核心资产 我不能现在变成一个图库一样 大家全部下打掉了 我就没法搞了 所以说这肯定是跟业务要去结合的 那我觉得这里面 可能我再获得一下你的问题 就是里面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可能跟业务在交流的时候 他业务他不会 需求方不会要这个东西 他肯定就说把我同学做出来 包括我们做那个智慧工地也是 但我们其实刚才说 我们这么多全球优秀学校回来的同学 他们其实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那我可以让他们在这个 这些不同的业务当中去做智慧机会 刚前两天我团队就有一个 从轮毅回来的一个女孩 我就觉得她专业非常强 但她以前是在做官网一些的业务 正好我这边 大部分人工十年生 他们做机器人的 到现在他们机器人都要平静 是他们现在研发OK的 就应该用什么河马 什么什么非洲不可能做咱们的机器人 但这个机器人这种人之交互 就跟人之交互的界面 怎样能更好地去做交流 甚至说能不能即刻地 就能够用你自己的手机 跟你的机器人去交流 但这方面其实都困绝没用做 那我说没问题啊 我说我同学进去做 就开始做 同学进去也非常开心 我就打了支血一样 每天都在研究这方面 慢慢我看了一下 也有一定成果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 你肯定要减个业务 你不然的话 你空想一些东西 然后你说去卖 卖你的概念什么的 在商业公司里面是不可能的 呃 呃 沉浸下来 那个专业的经验 然后通过我们业务去 不断去参与 产生影响力 然后做出结果 然后一点点去把它做出来 好